人生需要归零 每过一段时间都要将过去清零 让自己重新开始 别让过去成为现在的包袱 轻装上阵才能走得更远 人的心灵就像一个容器 时间长了里面难免会有沉渣 时时清空心灵的沉渣 该放手时就放手 扔掉过去的包袱 时时刷新自己 这样必能收获满意人生 生肖鼠的朋友 12月财神送财上门 他们的聪明是人尽皆知的 有时候不需要付出和别人一样的努力 只是随便努力一下 就能达到比别人更好的成绩 让人羡慕不已 到了12月财神送财上门 他们的财运变得更加旺盛 聪明的头脑更是为 他们赢得了不少的酬劳 生肖牛的朋友 12月财神送财上门 任劳任怨的 他们有着可贵的品质 让一般人对他们都很敬佩 经常成为身边人的榜样 特别是最近 他们工作更是加倍地努力 到了今天财神送财上门 他们工作有了实在的回报 让他们收获丰富财富的 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富裕 生肖鼠虎的朋友天生豪爽 为人热情奔放 属于丛林之王 他们具有过人的胆势和毅力 随着12月地主爷送财上门 销虎人事业上会变得越来越顺 心想事成 财运暴涨 收入倍增 生肖龙的朋友 12月地主爷送财上门 他们一直坚信自己的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中 绝对不会听天由命 遇到挫折 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解决 而不是怨天由人 这样的他们在12月地主爷送财上门 属龙人迎来非常急庆的好日子 财心开始变得强大 赚钱变得相对容易 在事业上很快能做出成绩 属龙人在职场尽职尽责 未来定能实现愿望 生肖属羊人在12月以来也是一路向好 发展的方向更加明确 属羊人前途也非常光明 12月地主爷送财上门 属羊人及神助力 有声有号 各方面的平衡度都非常有利 只要属羊人放下心理包袱 青庄上阵就能在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 生肖马的朋友12月地主爷送财上门 他们不仅自信满满 而且在生活和工作中 始终都能保持自己的风度 让人们觉得他们有一种天生的霸气 这就非常招地主爷的喜爱 特别是今天财神最喜欢他们 让他们招财进宝 财运亨通 财源广进 更詳朴人在谷ła 属于 帮哥